南加州府人大学校友会将于11月11日晚 在洛杉矶圣盖伯西尔顿酒店举行幻届典礼 日前该会召开记者会 邀请府人大学校友踊跃参加本次活动 与来自各地的校友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南加州府人大学校友会将会在11月11号 礼拜天的晚上在Saint Gabriel Hilton酒店举办2018年的年会 也是我们创会来的第41届年会 那在今年的年会当然在我们南加州有上百个校友 我们也非常欢迎校友们能够趁这个机会能够回娘家 跟我们来自母校的师长以及在南加的校友团聚 然后来交流 这一次在年会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副校长李天行 国际部的副校长将会亲自到洛杉矶来 记者会上现任会长郭文斌报告了2018年会任内的工作情况 协助母校府人大学与Amazon AWS创建云端学院 孕育互联网 区块链 AI等新兴行业高科技人才 同时 府人大学附属医院正式启用一周年 期待2019后任会长刘文贤能再创辉煌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